大家好,我叫Marie 今天为大家来讲解一下听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题型 Summary Spoken Text 这也是听力的第一个题型 占分非常大 希望大家可以给予一个足够的重视 我们先来简单看一下这个题的类型 你们在考试的时候会随机抽到两到三道 Summary Spoken Text 在听力部分的第一个题型 然后我们在每道题的时候 会听到一个一分到一分半左右长度的音频 然后让咱们来写一个概括全文重点内容的Summary 然后时间要求的话是十分钟计时每一道题 并且是单独计时的 什么意思 就是说每一道题 你们会有十分钟的多大时间 包括音频在内 如果要是你用不完十分钟 那剩下的时间是不会累积到下一道题的 然后等到SST做完了之后 我们一直到最后一道readful dictation之前 这些所有题型都需要大家来自己做一个时间分配 就是统计时了 然后这一道题的话是50到70个字 这里边要和小作文的SWT做一下区别 小作文是5到75个字 所以跟它是有区别的 一定要记住 然后SST听力这边呢 是句子数量不限 也就是说你50到70个字 想写多少句话都可以 但是小作文只能写一句话 所以大家一定要对比下来去记住它 会不会清楚一些 然后这一道题是同时会贡献听力分数和写作分数 但是因为它是在听力部分 所以说它会给听力分数更高一些 这一篇呢是它的这个答题界面 大家可以选择在纸上记笔记 或者是直接在电脑上记啊 就在这个下边答题框上 根据每个同学的情况不一样 比如说打字速度或者是记录习惯 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 不要到考场上临时变化 在考前一定要想好 到底是在这上记还是在纸上记 到考场上也不要挤道题 真的换啊 然后就是评分标准 评分标准的话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它分几个大的项目 第一个content就是内容 内容的话 最主要是provise good summary of the task 一开始给出来这个要求 也就是说它这道题是一个 summary 题 包括整场考试还有会有几道 比如说小作文 或者是说听力之后的highlight correct summary 都需要你对 summary 的写法有一定的了解 如果不太熟悉的同学 强烈建议要去网上搜一下怎么去写一个好的 summary 非常重要 然后跟因为它是答题标准嘛 所以说除了要满足一半 summary要写作的要求之外 我们还需要看第二个它说 all relevant aspects are mentioned 其实它也是包含在 summary 里面的一个要求 也就是整篇所有的重点都要包括到 但是具体做题的时候 很多同学就不知道 如果一篇原文出来 到底哪些是 relevant aspects 这会儿大家都一定要注意 阅读在很大程度上是听力的基础 也就是说如果拿到一篇原文 你找找不出来所有的 relevant aspects 也就是拿分点的话 那你听是不太可能能完整听出来的 所以如果阅读有薄弱的同学 先把阅读的能力提高 后面这些小分 我们来看一下 这后面有几页是这个前面一模一样的东西 只是做了一些翻译和放大的处理 大家可以仔细阅读一下 这一块的话内容刚刚说了 一定要是做内容的这个大意总结 然后所有点都要提到 然后这一分的标准我们就可以看到 如果你遗漏了一到两个点 其实就已经是这个内容分数 打了一个对折了 50%了 所以说想考高的高分同学 这块要注意 要所有点都可以提到 下面这个形式 形式也就是说你打了个字数 刚刚说了50到70个字 对吧 然后一分标准也就是 50%的这个form分数的话 就是40到49和71到100 这会儿注意一下 如果你在这个一分标准这 对你整个成绩影响还不够大 但如果是零分标准的话 你们仔细看一下后边它显示的 小于40到100 或者是全部大写字母等等 这些东西一旦是零分的形式分数 那么本道题不再判分了 所以说千万不要因为 这一点小的忽略 而损失到很大的一个分数 语法这边 语法啊 PTE它没有要求咱们一个非常深的 非常多样化的一个语法的这个技能 它只要是正确的语法结构就可以了 所以说大家平时练习的时候 可以下载一些纠正语法的软件啊 或者插件 然后随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语法的精准度的问题 然后再下一个是词汇 词汇的话也是一样 不考大家深度 只要是正确的选择词汇就可以了 那在最保险的最保守的话 就是原文 因为原文它词汇不可能是错误的 所以说如果大家可以听到原文具体 怎么样表述这个意思的 直接用原文的词汇 表述出来都可以了 这边不用再花多余的精密在上面 拼写的话也是一样正确的拼写 这会儿一定要注意啊 正确的拼写不证明说是 你这个词拼对了就一定是对 一定是拼出来是你想拼的那个词 如果说你因为拼成另外一个词 而拼对的话 这会儿拼写对了 和你这道题的关系也不大了 毕竟你还是要拿这个内容本 所以平时要写的时候 一定是不光是正确 还要知道自己写东西 是不是有缺解自己的意思 这一方面的话 是写作的一些基本的能力 大家可以先去做一下提高 或者是拆楼补缺 然后这边是一个立题 立题有在两页显示 这是一篇非常popular的基金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还记得刚刚在讲说 这一道题里面 我们要提所有的重点 也就是说当你看到原文的时候 你要能挑出来拿分点 对吧 这会儿我们就可以拿一篇 就来做例子 比如说这个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第三句话 他第一点先提出来这个可可豆 Coco was mainly used as a beverage 也就是说它主要是用作于 做饮料的材料之一 对吧 然后下面第二句话 你一听到它是wines and drinks 包括第三句 tocolate drinks的时候 你会反映到它是饮料的一种 那么其实我们在日常绘画中的时候 也是一样 我会先跟别人聊天的时候 会先把一个语意说出来 然后会做一些细节的解释 对吧 这是我们说话的习惯 那文章也是一样 就像他们中文写奏也是一样 并不是说本题带来的一些 什么样的逻辑规则 而是语言的逻辑规则 所以所有这些拿分点 大家现在看 其实也算比较清晰 它一定会在这个topic subtopic的位置 才是你们那分点 然后下面 比如说第六句话 subtopic 2 这一块 也就是说第一部分 它一直在解释它做饮料 或者是做其他各种形式 这个饮料的细节 包括中间的一些成分 直到第六句话的时候 才开始讲它另外一个用途 也就是use as a currency and as a travel tax 这块等于是换了一个新的事情来讨论 或者是换了同一件事情 另一方面来讨论 然后第七句话也是一样 开始谈到这个coco button 可以use to project the scene against the sun 也是另外一个事情 所以说每转换一个新的拿分点 或者是一个新的重点的时候 其实都是在转换这个语言的位置 我们这些东西 如果说是可以看出来的话 就是像小作坊一样 或者是我们现在看听的原文 是比较容易被识别的 但是听的时候 就需要一些经验的积累 因为你只有积累了这样的经验 你才可以在考场上 听到某一句话的时候 有一个预判能力 从而知道这句话是该动笔 还是该停笔 对吧 然后看到后面是一样 只要是像subtopic 4 在讲religious significance 然后第十二句 subtopic 5 在讲的是ceremonies 即便有可能在大家的印象里 觉得它可能是一件事情 但是因为我们并没有足够了解 这篇文章的背景知识 或者是主题的历史也好 专业的学术知识也好 所以说我们不应该轻一下判断 因此只要它换了一个新的语意 我们就把它默认成一个新的拿分点 要以这样的方式去看待这个题 看待这些拿分点 从而可以最保险 也就是最大化的 把这些得分点提取出来 但是它们的exponation都不要的 对吧 然后我们下一张这一块 就是把刚刚这篇细节分析的几个subtopic 拼出来 我们真正在写 答案的时候 其实最多只是需要这些subtopic内容而已 然后把这些 画加粗画下滑线的这个内容 拼接在一起 也就是我们一篇 SST这篇立体的答案 你们可以回去好好把它看一下 然后细细的琢磨一下 中间为什么要 因为什么原因 分成了subtopic 或者exponation 然后也来看一下 是如何把它们披凑在一起 还是可以觉得 并无违和感的一篇 整个的故事的 summary 希望大家在就是 在这个细细研究的过程中 得到一些心得 然后从而改变 也许解决一下 你们之前对于这个题的误区 然后如果很快速的掌握这个技能 在加以时的练习 相信大家这个道题 都会没有什么问题的 希望大家通过这个题 更理解听力拿分的方法 然后从而提高听力的成绩 大家加油 希望大家早日拿到自己 希望的那个成绩 请不吝点赞